对于许多90后00后来说 98版《环珠格格》里出现的寒香 绝对是童年的第一位偶像 多少人都幻想着自己 也能招来蝴蝶 小学时 校门标着小麦布前 挂着的香妃同款帽子 更是所有女生 人手一个的标配 但是很遗憾的是 原本因和紫薇小燕子 金锁的饰演者 一样大红大紫的刘丹 却在她27岁时 香消玉允了 更让人觉得老天不公的是 她的父亲和哥哥 也在她去世不久后相继离世 只留下她母亲一人在世上图活 刘丹出生于1972年 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 家里还有一个哥哥 四口之家十分幸福 或许由于父亲是公职人员 刘丹的父母并没有那个年代 重男轻女的旧思想 反而总是教导刘丹的哥哥 要保护妹妹 从小刘丹就是在父母亲人的 呵护之下长大的 或许正是这样的环境 才让刘丹养成了自信中 带着谦卑的性格 刘丹父母对刘丹的培养 一直以她的爱好优先 据说芭蕾舞能够让女孩子气质不凡 仪太优雅 十二岁的时候 父母将刘丹送去学习了芭蕾舞 十七岁的时候 条件优越的她 便成为了一名文艺战士 从小刘丹就爱听身边的人 给她讲故事 听着剧情不断的跌宕起伏 好像画面都在她的脑海中连番上映 1992年 为了追逐演员梦 刘丹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戏 外表亮丽的她 俨然成为了众人眼中的焦点 再加上她爱学努力 这些后天加分享 刘丹成为了所有人眼里的未来之星 1993年 才大二的刘丹获得了演戏的机会 她第一次出演 就担任的是电视剧《火把寨》的女主角 由此可见她的条件优秀到了怎样的地步 《火把寨》播出以后 身为女主角的刘丹 就得到了很多导演的青睐 此后片约就像是雪花一样不约而至 对此刘丹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 高频率地出现在了各个电视剧电影中 渐渐地观众们对她便有了印象 那个眼睛大大的 很有灵气的女演员 1997年 刘丹从几千个女演员中脱颖而出 得到了穷瑶的青睐 此时的《还珠格格一》 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剧目 能够出演《还珠格格二》 则被所有人都认为 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 而刘丹饰演的寒香公主 虽然是新的角色 但设定十分出彩 情笔金尖 不畏强权 身怀异乡 还能招蝴蝶 按照如今的角度看 寒香公主可谓是个 实打实的标签档 一经营销或推广 必报无疑 事实证明 《还珠格格二》 的确创造了不小的成就 它创下了当年的亚洲收视第一 全国平均收视率54% 最高收视率62%的记录 让湖南电视台 将它奉上了经典神作的位置 成为了90后 00后寒暑假的童年回忆 《还珠格格二》的火爆 让参演的演员更上一层楼 刘丹也不例外 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成就 刘丹将自己的行程 排得十分拥挤 总是刚从这个片场离开 就要赶到下个商演的地方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2000年1月30日 演员刘丹因车祸 被送一疑似身亡的新闻 出现在了各大报纸上 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 是寒香出车祸了吗 再三确定之后 刘丹的确是从汕头 前往普宁的高速公路上 出了车祸 让人无奈的是 这辆车上一共三个人 除了刘丹生命垂危死亡 其他两人却并没有什么大碍 仅是磕碰伤 对此后来网络上 阴谋论也纷纷出现 说不定就是其他两人 为了害他故意制造的事故 怎么就他一个人死了呢 这也太巧了吧 太红了 肯定是对家下的手 可真相究竟如何呢 原来刘丹从汕头出发的时候 刚刚拍完戏 工作了一天的他十分疲惫 所以在上车后 没有系好安全带 就昏睡了过去 由于当时是赶夜楼出发 他的助理当时也没有注意到 他有无系安全带 在凌晨六点的时候 当时开车的助理 突然看到前方不远处 竟然有一个黑乎乎的物品 如果高速行驶的车 撞上异物 后果则不堪设想 为了能够避免撞击 他只能快速打了转向 准备绕过这个物品 谁知 却因为这个猛打的转向 却向其他来往车辆撞到了他们的车 助理和另一名陪同人员 都系着安全带 只有昏睡中的刘丹被撞了出去 竟是飞出了数米远 看到出了车祸 一旁的好心人连忙报警 并拨打了120 也有人认出了出车祸的 是著名女演员刘丹 将这件事快速地传播了出去 当刘丹的父母接到医院 和相关人员的通知 到达医院时 刘丹的情况已经不是很好了 由于撞击到了头部 他的抢救难度很大 果然在几个小时之后 他还是在睡眠中离开了人世 接受不了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刘丹父母 当即就哭成了泪人 但残酷的命运 却没有放过这个家庭 在2000年6月份 身为警察的刘丹父亲 在外出执行任务时 与歹徒搏斗中被刺伤 嘴中不止身亡 几年后 刘丹的哥哥因为身体不适 在医院检查出了绝症 不久之后也撒手人寰 短短的几年内 原本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 就只剩下了刘丹的母亲 一人独活于世 在每年的刘丹继日上 都会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就是肖剑朱宏家 已经二十多年了 每年他都会去看望刘丹 重情重义的肖剑 和相夫的友谊 真的让人羡慕 虽然有传言说 朱宏家为了刘丹终身不娶 但朱宏家也澄清了 自己与刘丹只是普通朋友 而且表示自己也成家 并有孩子了 后来在借连失去爱人 和儿女的打击下 刘丹的母亲也患上了抑郁症 每日时好时坏 但是在其他亲人 想要将他接到身边照顾的时候 他还是连连拒绝 表示自己要留在有他们的家 现在好情益